能队 能队 常常身穿蓝色灌篮3衣服的就是黄金迷你小车轮队 绿色灌篮球衣的就是3分位队 比赛开始 好了 一上来 阮金萱在中间的位置 浑枪球到左侧这一下球差点没拿好 好 队友 看看中距离 蒋帅 蒋帅 这个投篮有点帅 2比0 张战鱼拿球 传给张楠 加到 张楠被包夹 传球给到蔡晨 被冉金轩给断掉 好球 一上来先得分的一方 果然气势不太一样 又是蒋帅 这下对抗之后再出手 短了 回忆 这个也展示了王晶 在防守身体方面 一个很好的展现 抓眼 走 看看掩护 这一次张战鱼 看看有点犹豫 内线 两位大哥刘异涛 蔡晨 蔡晨这一次出手太长 里面 看看回过来之后 这边也是内线有优势 张电梁突破分球 给到内线的黎章铃 打着黎章铃 将球打进 4比0开局 来自黎章铃 快来4比0 回来回来 防一防一 零防 快感觉第一位 没办 没办 他打不了 这一次 这一次刘异涛 面对 蔡晨这边没人防 可惜蔡晨这次没打劲 但是刘异涛抢到狼板球 刘异涛再来 2米10的身高 防守时候找人快一点 也是在篮下 在这样的近距离 得分的方式非常的容易 看开 打不了 而这边 也是要来打地位漂亮 张建良 今天这一场 毕竟是两边内线球员的 直接对话 和一个超高水平的较量 我就得跑红了 怎么这样 他们鞋的大 蓝色一波 移动慢 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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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转球 蔡晨能里能外 这次来了 篮板 看看运气差一点 投的短了一点 打他脚套 球权交给对方 张晨 把球传过去 你不要顶着头 6比2 外轮的球队领先 6比2 领先4分 这下 转过来 漂亮 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后卫技巧 但是这个抛头 阮静圈稍稍头长了一点点 你摔时 这场比赛的节奏 会比起上一场 稍稍的慢那么一点点 两队更快 再后在内线 去形成一个对抗 看看 王晋这次假装球之后 中距离 晶蝶两分稳定输出 这场比赛展现就在一个稳子 6比4 三分位队落后两分 现在 这下 阮静圈差点被抢断 看看再往里 10秒进攻时间 对抗之后 上下步 漂亮 我就说不能赢出他 这球阮静圈 给我们展示了出色的 后卫脚步技巧 漂亮 聪明 阮静圈 蓝队领先4分 而这边看看张楠南哥 南哥11 队友在往里 这下第一位来救 我看我们不能抵护了 门就抢了 蒋帅这次演技手快 断掉了传球 蒋帅帅帅到前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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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楠南哥 蒋帅这次的传球 没有人反应过来 张健良完成 finish 12号张电良 黄金迷你小车轮 领先至6分 他感觉要翻车了 刚刚他看着怪伦真不小 我跟你讲 都是玉面杀手 我跟你讲 可能我们也是轻敌了吧 当时就感觉这肯定是 很轻松就能扭 没有做好这种困难准备 所以就一上来被别人打一个 就错误不疑了 对于这场在比赛开始阶段的展示 明显在 外轮教练这一方 需要把比赛的节奏带快一些 看看蔡晨 这次胡锦 不投过渡一下 荆叶的三分 命中 黄金连上五分 老将出马 一个顶两 打手紧张一点 10比7 两队相差一个三分 现在蓝方 小车轮队 黄金迷你小车轮队进攻 看看第一位 这一次一个两分球 投长了 篮板球下来之后 张展瑜示意队友 稳定住节奏 牛角 张展瑜 刘玉涛同来自中南大学 这一下对抗之后找一个掩护 漂亮 这一下两位队友的配合 篮下对抗 好的 今天说就是在内线队员的直接对话 连线队员 走下线 他不投篮 走下线 OK 10比9 两边一分差距 蓝色一方 小车轮 黄金迷你小车轮领先一分 看看 阮金迷在交球很好的立外离 黎章林 漂亮 对于黎章林来说 这个距离放大头就像训练一样 有力有外 十三比九 蓝方领先的四分 再给中间蔡晨 小心 我蔡晨咋的了 打赛有点软 鼓励一下两位 蔡晨还有安玉鹏 蓝队换人 奖帅下场 换上阮历成 砸蓝镜找走 等一下 第一发中 13比10 可惜了 蔡晨这次罚球没进 两发一中 现在还是三分的差距 钻石 郭执导的队伍 领先三分 现在场上身穿绿色球衣的三分威队 朱总的球队落后了三分 看看他们这次的防守 而这边进攻 阿云鹏 应用掩护之后 看看阿云鹏的选择 自己强硬往里再转移球 这下让队友有点困难 三秒进攻时间 必须投了 电良可以 张电良 这下做了一次 巴子比特压少出手 怎么东西 15比10 开阵的传球差点被断掉 哪压的球差点打得真乱 连防 连防一一过来一个 可以说在一开场的六分钟内 比赛第一节过半 蓝方这边郭爱伦的球队一胸百分 而这一次防守下手是犯规了 换人 朱总举牌要身体换人 搞什么 王姐峰上场换一下蔡晨 最松就是你 最松就是你 打什么玩意 全球失误 发篮不进 然后抢头 拳都没有做好 你进攻太随意了 这样的球员 我觉得你 你根本就是没有把 你的这个胜负 去认真对待 15比10 今野给到张战宇 张战宇 找到自己在大学的队友 刘一涛 来回的两次的掩护 视野非常不错 进攻时间只有三秒了 赶快出手 看看这下没有造成犯规 但是队友还有机会 24秒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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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太慢了 老的那边打得太慢了 发动 莫吉导球队防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次24秒 现在获得继续扩大比分领先的机会 15比10 他们领先着5分 这一次 安云鹏 0号 面对王晶 看看 一张铃在第一位的一对一 吸引包夹 转移球 这下很关键 先阻挡 太小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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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来 来来来来 让你去 转移 李章林刚才头中过一个 再来一个 那又怎样 你放我头 我就要连着劲 李章林在今天三分线外表现出色 一位内线队员在湖顶的 下伤力如此的恐怖 他是比赛型上的选手多一些 都觉得他今天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给球队做出很大的贡献 可以 我觉得夹击还可以 没打完的 这都没用 18比10 张展宇一个长转 张楠拿到球 插中 击球 相互的穿到球 张楠看看回应球 短了 这边阮靖轩拿到篮板 看看后卫的推进 二号阮靖轩面对两人防守 强盏漂亮 这次明知山友虎偏向虎山形 比分差距扩大到了10分 看着吧 球也有了 暂停 暂停 20比10 十分的领先 不热 我只是想让他们好好做防守 我觉得我们会有机会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打得这么好 确实出乎我一调 看到了换人准备了 你首先你最松 先把什么 先把防守建立起来 防守太差了 防守太差了 你还打几分钟 就得了20分了 是不是 换联防 联防的篮板下来以后 一定要反击 反击加快反击 这一局我们不守联防了 他们暂停了 我们守个盯人 半场21 然后变盯人 全到脚 这点上去夹 然后这个人马上收中间那点 这个后卫马上收这个后卫 两个检球那个 明白吗 都明白吗 我们防定人最后一句话 如果他们打牛角 咱俩内线和内线可以换人 要干啥 是的 明白吗 你们内线换人 我让后 好 暂停时间到 三分围队要想办法 在这个回合去追赶分数 比分没有变化 插中一个 插中 张展宇球队的大脑这边 黄金给到刘一涛 再回到湖顶 右侧不断地传导 看看张展宇获得空位三分的机会 这球头藏了 没有并咒 插着我们的球 拨出界裁判失忆攻击 别两个人少一个人 冰箭球发出 14秒进攻时间 看看王决峰固定持球 在观察 自己选择突一个 被转身好的切入 王金这下第一下被拦下 转换来到燃静轩这边 看看燃静轩小打大 给到中间 张展良再转移 爱蓬的机会 点开 再往里抹 这次抛一个 这球 快打一个 爱蓬的手上感觉差了一点 这次直接传到前场 这个中间 阮历成真的是 必长莫及 三分贵队第一次 打出的快速 攻防转换 看来刚刚的暂停 朱教练指导的战术 执行得很不错 提上来 20比12 追回两分 三分贵队 三分贵队要继续拿出气势来防 这边 陈静轩的反挂下 这下又要被防下 又是 江振虎 再追两分 江振虎将球断掉后 江振虎快攻得分 两次快攻连得4分 追到 20比14 暂停 这边郭爱伦教练 马上请求一个暂停 干嘛呢 走五 你在这边挡拆 大哥 你挡错边了 你是4号位 5号位在这 突然间要位 没有传 基本要看这个张烈良 张烈良现在撞得挺好 你传进去 你要打对面 首先你要挡对面 你挡错了 你不要站那边 然后站这边 大哥 然后这边没有 没有4号位 黎挡虎出来 然后再传过去 然后继续打 打不开 加油 没事 打得非常好 就这么打 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暂停 回来之后 是否能继续 把领先的优势扩大 张牌长还剩下最后 2分51秒 阮厉晨 和阮靖萱的 互相的传达 阮靖萱展开组织进攻 回到中间 李章林有投进口 再续一个么漂亮 今天 三分雨先下起来的 是黄金迷你小修轮 到底活着 李章林 三分神射 三投三中 看看这边展开反击 张南于快速推进到前掌 挡虎 挡虎 方舟方已经全部落位 张南较低位 内线优势一定要打开 王军峰 一打二 这一次 裁判这次吹翻没有问题 展鱼 告诉他们打挡猜 你要明确一点 叫他们打挡猜 还有一分11秒 现在23比14 黄金迷你小车轮队 领先三分为9分 一个简单的传达之后 看到外线 张晨虎在追赶分出的阶段 两个两分 一个三分 帮助球队紧咬住 现在场上局势 底分 追到六分 哎 三球不防吗 这是你的人呢 干嘛呢 练防 练防 走我 看看阮丽诚 阮丽诚这次利用掩护之后 选择王李 很好的分享球 右侧底线 快打一二 快打一二 朱教练想让三分为队 打个快攻 加快比赛的节奏 张南接球后 并没有选择马上进攻 能投投啊 在这边现在比赛时间还剩下 三十秒 进攻时间十三秒 挡谁 挡谁 太多人太多了 让南哥的选择 再回到中间 张南瑜 利用王水锋的掩护 找到南哥 南哥点开之后 往里跳不进来 扫神 杀伤 张南也让自己获得两罚的机会 联防的挡猜怎么挡的 联防挡猜 你给挡上线 两次 联防位置站清楚 三分位队 继续追赶 可惜第二罚没有命中 两罚 两罚 黄金米的小车轮 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进攻上半场 你往下落 走一 上来之后 上 独秒进攻 十秒 陈泛南这边选择这下停球了 看看 五秒时间 这是一个物攻 篮下 捡到 三人都没有把球拿住 反而让张电良捡到 将球打尽 张电良这个机会把握住 命中两分 张板娘的比赛时间只剩两秒 而这一侧 好球 亚生没有投进 现在25比18 上半场结束 意想不到 我一开始以为这边稳赢 我也是 毕竟老江 我觉得他们这个战术 肯定针对于这边了 就是专门打快球 对 有请